据路透社报道 近期由于高温热浪引发居民用电需求激增 以及水电产出下降等因素 越南南部多地的工业园区出现广泛的停电状况 据越南南部电力公司宣布 包括越南北江省北宁省在内 该国多个地区正在面临轮流停电的状况 部分工业园区也受到影响 这些地区正是富士康三星佳能等外资密集设厂的地方 对于制造业而言停电基本上意味着停产 据报道佳能在北宁省的工厂 从当地时间6月5日早晨8点停电 到6月6日早上5点才恢复电力供应 其他的跨国制造业巨头稍未对媒体作出回应 越南欧洲商会副主席Jean Jack Buffley则强调 停电已严重扰乱当地工业生产 在越南南部电力集团的官网上 也能查到本周不同地区轮流停电的情况 大量地区将面临短则几个小时 长则一整天的停电 据越通社消息 越南总理范明正6月6日签发确保电力供应的公寒 公寒指出 近期越南多地出现高温酷热天气和厄尔尼诺现象 其使得人民群众用电需求增加 加之北部各省份菊水稀少 水电占水库水位非常低 对2023年旱季的电力供应产生巨大影响 分明这种要求绝不让出现缺电现象 同时要求采取客服有关禁锡电力供应 存在困难的具体措施 今年5月上旬 越南电力集团就预测 在接下来的6月和7月 北部将进入酷暑高峰期 国家电力系统负荷将继续增加并超过计划 随着水温形式核心发电站项目进展缓慢等情况 越南北部在今年酷暑高峰期可能缺少数千兆瓦的电力 据越通社报道 越南公贸部于当地时间6月5日称 越南北部电力系统将面临约4350兆瓦的供电缺口 截至2023年6月6日 可用的水电装机容量达3110兆瓦 仅达到装机容量的23.7% 据报道 越南北部电力系统可用容量 仅达到17500到17900兆瓦 然而在接下来炎热的日子里 北方的电力需求可能达到23500到24000兆瓦 因此北方电力系统将面临约4350兆瓦的供电缺口 此外越南许多煤电厂的部分机统也长期出现故障 由于天气炎热 机统长期满负荷运行 使得发电设备无法稳定运行 截至2023年6月6日 越南北部地区煤电发电量仅达11934兆瓦 占总装机容量的76.6% 对于这种情况 越南公贸部副部长杜盛海表示 政府已经要求相关机构增加煤炭和天然气的产量 越南公贸部副部长杜盛海表示